創意比才竟在运通 大家好 欢迎收看 今天我们会告诉你 这个盘呈现高支带强势整理 它真的很强 前天跌了47点 昨天马上涨了36点 今天台股再创波段新高 再度的展现多头的气势 在中秋节廉价之前 你可以看到市场上 普遍是比较观望 比较保守 但是你所看到的是 台股今天在创波段新高 所以为什么亲爱的老师常常提醒你 要懂得反市场操作 反群众的心理 你才有办法得到一个 超额利润的一个效果出来 只要你选对股票 真的是太强的一档集合股 叫做渐融 今天排行中拆档亮灯 再创波段新高 在8月23号 建老师发现他的价值所在 7月营收纪念度的新高 形态有没有突破 有没有出现新电量 亮线价型概念 建老师选的股票面面俱到 有基本面 有形态有量价 你来跟我布局 安全可靠 又有波段行情 8月23号建龙 我买在44 44买完之后大涨9.4% 8月26号再给你一次机会 当天台股重错了将近200点 我说建龙收红 逆势强势大涨 8月26号 大盘重错 建龙要不要买 建龙再度的有44块钱的一个位置 让你进场 要不是台股当天 拉了将近200点 你怎么有建龙第二次的44 的一个上次的机会呢 所以 秦老师给你一个操作建议 那个进场位置相当的误操所值 最悲观的那一天 你要懂得反市场操作 8月26号 台股杀身隆隆 谁会在当天告诉你 这是一个超额利润买点 5340的建龙 再给你一次机会 44块钱 再买 再买 接下来呢 几乎没有低点了 因为从27号 建龙开始大涨5%以上 28号涨得快7% 来到28号 我说建龙他回不去了 他真的回不去了 建老师的分析跟见解 有没有一针见血 不是青彩公公的 告诉你回不去之后 接下来他就涨停 又8.2% 上礼拜又大涨8.1% 今天建龙差一档亮灯 排中大涨9.8% 来到波段新高 你继续算一下 把69.2除以44 是不是刚好57% 一档股票 从这个位置到今天为止 他领先大盘在创新高 真的是扶摇直上 回不去的一个架构 展示在你面前 谁选的股票 谁选的股票 我说过 我不会跟你吹嘘 我买在最低点 我买在一个关键性的一个时刻 这样上去 如果你报到今天将近六成 但是很可惜的是 亲老师 我是没有报到今天 我之前就卖掉了 所以我不会夸张我的绩效 会员也在看我节目 也在跟我对一次对价 我没有赚那么多 我如果报到今天是将近六成 但是至少 亲爱的忠实观众 你看我节目 你有去买建龙的 你不是 摊到松歪歪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电视观众 绝对有 今天就有一位投资名 他就是因为看我节目 去买建龙 他赚了一笔财富 今天特别来到我公司 办理入会事宜 而且他送了我 一盒月饼给我 我作为一位分析师 最值得骄傲的事情 最令我自己高兴的事情 就是看到会员跟电视界观众 你们都是贪的钱 这是我的成就来源 所以这个行情 你认为是多头还是公头 今天指数在创波段新高 来到10862 指标性的个股之一 建龙今天大涨大涨 再创波段新高 这盘当然是多头行情 多头行情会轮动轮涨 关键金的时刻 一档股票即将发动 跟我买 大胆买 你可以报到今天57% 建龙这档股票 这档亚德克礼拜二 台股是不是压回了47点 我喜欢在大门底的时候 告诉我们买股票 没有错吧 所以亚德克礼拜二 340买 这时间交易是不是跟你对过了 当时在339.5 买完之后 昨天礼拜三 亚德克续墙 乘证追击 350以下再加码买进 9.31分 当时股价在升48.5 所以礼拜二340没有买的 礼拜三 昨天亚德克350再加码 一档价值行投资干凌个集合股 如果他有破断一轮 我一定是买进加码爆破断了 是不是 所以昨天亚德克350再加码 加码完之后盘中亮灯 来到374 不管买在340 350的 大家都探钱 是买在340的赚32块钱 买在350赚22块钱 那今天亚德克跌3块半 只要小跌而已 小跌的一档个股 如果你跟我买在340 350的 成本够低 股价拉开 不用再一天的小幅度的回档 我认为他会过前波高 过前波高 我才会看要不要卖 知道吗 所以你看他竟然是选股的一个方向 会不会得到市场上认同度 我礼拜二买完 亚德克嘛 买在340嘛 买完之后昨天 外资类性 调升 共聚集的一个市场的平等 其中一档 大波你有看到吗 就是亚德克啊 另外一档是上赢啊 那哪一档比较强 我们来对照一下嘛 亚德克 礼拜二在这 今天在这 三天涨了二几块钱 上赢了礼拜二在这 今天在这 哪一档股票 它的涨幅 是值得你青睐一个对象 你最近就只有一套啊 你可以随便买吗 同一个族群买最强那一档 亚德克就是目前工具机里面 最强的那一档机油股啊 要懂得中押啊 不是因为亚德克没有买 所以去买上瘾 或是买其他 稍微弱势的一个 同族群的个股 你这样的资金 花费了不打 不会达到一个极大化的效果 因为市场上的资金 跟你同样就是一套 不管是法人 中十五 大户 他们要买哪一档 就买同一个族群 最强势的那一档机油股啊 中押的效果 得到市场上的青睐 你才会产生资产极大化的一个 倍数陈述获利效果出来 这是一个超盘的美感 如果你不晓得这样的一个 操作经理 希望你赶快加入 健老师的行列 因为这个盘 在中秋节廉价之前 它创下波段新高给你看 跟市场上 大部分的人想法是不一样的啊 大家也说 没年假 所以会有卖压 所以要保守 所以要观望 所以要等拉回 你等拉回 它偏偏不拉回啊 那今天呢 像这种茂林 今天有拉回啊 平盘以下你敢不敢买 尾盘 收红 涨0.9的 你有没有看到 再创波段新高的 我昨天开始买的啊 我也不会告诉你 我买在前天 或买在这个位置 健老师的脸皮没那么厚 会员在看我节目 也在跟我对时对价 买在 一个相对的低档 买在一个 发动的买点 够了 资金 极大化的效果 那不是随便说说的啊 茂林做NB键盘的嘛 营收新高 8月份营收 最新的一个报告 昨天是不是形态突破 昨天出现1万张的天亮 这样子选拟股票 量大好进好处又好赚 对 有这样的新天量 形态又突破 昨天当然可以买 买完之后会亮灯 对 亮灯完之后呢 今天的茂林 我告诉会员平板以下再买 因为他还没走完 因为他还会再涨 礼拜三没有买的 今天礼拜四 我要告诉你 茂林占再买方 而且是平板以下再买 这些是你个拿手绝火 一档股票 只要没有走完 有回档 我都会告诉新京会员 一样的逢低成绩 就如同这一档自寢升级股 也是同样 他当然还没走完 目前台股 内股会轮动轮涨 一下子涨电子 一下子涨生计 一下子会涨船产 懂吗 对 比如说这一档茂林是电子的 比如说那一档所谓的一个建龙 或是刚才所提到的 这些所谓的偏向传三股的 他们的一个轮动的模式 他们不会一起发动 他们一定会轮来轮去 所以这种轮流的一个涨势 有时候你买下去 不见得马上会动 停这个三天或五天 搞不好他就 放大花动了 这目前盘面的一个特色跟架构 所以这档生计股的痴情 我等了他好久一段时间 等了快两三年 你之前一百多 有看我在分析痴情可以买吗 这下沙的过程当中不动 这类似横向整理过程当中 我也不动 直到他8月15号 出现长红吞噬 进货天亮 这叫做落底的买点 我才开始进场 等待是有价值的 有时候操作股票 不需要那么急躁 不是因为他跌得够便宜就可以买 不是因为他 来到一个横向整理 就一定可以买 关键性的时刻来了 一出手要马上中 这操作难度相当高 你不要以为很简单 你自己去回顾一下 你的一个操作模式 只要高红吞噬 这就好 你有没有把自己的手绑起来 不碰就是不碰 不碰就是不碰 什么时候才可以碰 看到讯号了才可以碰 什么样的讯号 长红吞噬叫起涨 进货天亮 叫做亮纤价型的干领 一定还有高点 当然可以买 加上自行的宜藏海薪药 安能得一剂要价 5万块钱的台币 基本面来讲 无庸置疑 欧美亚洲都在上市 包括台湾也已经上市了 健保有几副 所以整个事情 只要落底的买点 61.9 三天涨了23% 先短卖一趟 75 重点是他压回修正 26 跌 不是涨 跌我告诉你会接回 接回的位置就在70块半 所以你高点有卖 低点接回 那接下来你会看到 往上创下波段新高 创下波段新高之后的回党 8月30号的志勤 我说还会再涨 跌的时候可不买 我问你 还会再涨的股票 跌的时候就还可以站在买方 逢低布局 礼拜拉出红鸡棒看涨 礼拜的大盘压回47点志勤 来到79块半涨1块半 这两天一个事情 回党 昨天冲上波段高 今天小迭 小迭我怎么看 有低点 我多告诉新京会员可以上车 因为他还没有走完 我认为还没有走完 我在低一个时间点 落底买点 我就跟你分析 这边的下杀过程 其实量能都不大 所以有没有机会来到 前波的起节点 来到这边就五成 来到前波的高点就一倍 期待值 会不会发生 市场上决定 我只是告诉你 当一档 价值营投资概念股票 买点浮现 我绝对不会客气 我绝对不会客气 买进加码 爆破断 新京会员 你要懂得一件事情 如果当时最低的位置 比如说志勤 没有买到的 没关系 你不要想说志勤 会回到70块半 或是回到61.9 这个低点让你买 回不去了 有低点我就会载你上车 就像这档建楼 我说回不去了 你认为还会回在44 让你买吗 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所以现在的行情 非常的热闹 选对强势节股股 给你的绝对是波段 中优节之后 不想如何操作的 再度提醒你 小资族的圆梦计划 今天最后一天 你想要发财圆梦的 去打电话进来 休息一下 再回到节目现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带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正能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 蔡老师入会单线 0800 868 365 0800 868 365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刻获得20年操盘经验的精心著作 蔡老师投资操盘经法 彩色青装版 简单易懂又实用 是让自己成为操盘手的最佳力气 必须在手 受用无穷 蔡老师入会单线 0800 868 365 0800 868 365 车怎么开的 一分一分一分哦 一分二次交通事故有砝码 一 开启危险警告灯 在适当距离放置车辆故障标志 或其他明显警告设施 二 拨打110报警或119救护伤害 三 标会车辆位置 可用手机拍摄机阵 四 无人受伤时 将车辆移到不妨碍交通的地方 有人受伤时 当事人均同意再移动车辆 五 在路边或入外安全的地方 等候警察到场处理 预防二次交通事故发生 放拨话疑等就对了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这一档雍智科 我昨天给你预告 我预期今天要13天转折向上 结果他今天不如预期转折向下 所以该卖就要退 好不好 不要固步自封 行情是留给准备好的人 如果这行情不如预期 你还要硬拗吗 就像现在很多人被嘎死了 做空的 对 你要硬拗下去吗 顺势操作 事半功倍 如果你硬要逆势操作 自毁前程 雍智科 8月6号 我就发现他的价值所在 5G的GEO股这两个用智科 全头顾老师 像老师第一个发现他的一个价值所在 形态突破了 买在118 买完之后来到137.5 赚了20块钱 当天跌 我说我还不想卖 8月13号用智科给3块钱了 什么时候卖 8月20号 卖在179 参加他除息 所以还原价是卖在182 这时间价位都给你对过了 卖完之后 他还往上冲高 留一些给我的电视机观众赚 我赚最好赚了一段64% 等到他高点下来第12天 又出现天亮 所以昨天的雍智科 回档12天止跌 193接回 我预计今天13天有机会转着向上 所以我昨天12天止跌了先买 买在193 买完之后盘中马上拉高 来到206.5 收盘是203 所以昨天拉就先拉了 比我预期要好 因为我本来是预期今天礼拜是 13天转折才会往上大涨 昨天买在193不错 收203赚10块钱 今天明显的 他是转折向下 既然转折向下 就是选择退场卖出 今天雍智科200卖 因为转折向下不如预期 来 对时对价一下 9.19分的雍智科 早盘转落了往下了 趁他拉抬的过程 199附近卖 当时候19分 200块钱 我把它印下来 有没有办法成交 你看既然老师盯盘盯得多用心 是不是 19分的雍智科 是不是在200这个价位 我告诉会员 199卖 所以会员大概都卖在200或199 卖 卖完之后这边都还在 199 200附近 如果等到这边将近10点钟 他破了早盘的低点 这是你最后的卖点 因为短线的支撑再多的被跌破 这边要赶快跑 如果再不跑就跌停 183 尾盘打开跌停 So what 今天早盘我200先卖了 看到苗头不对 就要懂得拔挡 我买了几块钱的 我买在昨天的193 今天卖200 我还小赚7块钱 但是 但是 电视机的观众 你今天也没有自己去买雍智科 有没有 当然是有啊 当然是有啊 盘中就有观众没有打电话进来问 怎么办 雍智科今天早盘 拉回了之后去买 对 拉回了之后去买 你还觉得 还满过瘾的 买了成本跟我买 昨天买借的成本好像差不多 是不是 但是 当你看到跌停板的时候 你知道 千老师卖掉了吗 你敢知道 你敢知道 为什么要常常要等到问题 你才来打电话问我该怎么办 我已经常常提醒电视机的观众 不要看完我的节目 隔天再去做动作 这是善意的提醒 你买股票往我一天 卖股票又往我一天 你真的买富啊 你真的抓股招臂啊 是不是 同步 一起来动作 清隆老师给你盘中资讯 一定有价值啊 绝对有价值 不管是买点还是卖点 所以这党顶确也是一样 第一波段 一事而卖 十张赚二十万 回党修正 一二八接回 对 拇指转折向上讯号 接回啊 插了十四块钱 当然可以逢低乘接啊 接回之后来到一百四 上礼拜我还来到一十二 上礼拜我还没卖啊 我是这礼拜 顶炫他除息的五块钱 我看他表现不强啊 不会填息啊 所以一三五附近卖 你看二三分 发给慧能讯息啊 经过三分钟二十六分 股价在一三五嘛 你对价 礼拜的顶炫我卖在一三五啊 那因为配息五块钱嘛 怀源价卖在一百四 礼拜的顶炫 你家啊 卖在一三五啊 然后结果呢 礼拜的礼拜三礼拜四呢 今天来到一二六啊 你没有跟我高档卖的 一张差了快九块钱啊 十张差了九万块钱啊 所以你看到 慧能讯息的一个操作 低进高出 高出完再低接 低接完之后再高出啊 然后接下来 什么价位可以低接 你知道吗 你清楚吗 慧能讯息的反正掌操作 绝对是买在 你不敢买的低点 绝对是卖在 你想追的高点 这就是我的忍耐 这一档细创 之前这个双底架构我占了一波段 这边不动 直到8月19号嘛 整理构久形态突破 我重新的进场在153 153买完之后亮灯 亮灯完之后隔天来到168嘛 当天有人买在这个价位附近 我说你买在这个价位会解套 因为当天出现一万三千多张的新天亮嘛 亮灯价型的概念168不会是高点了 讲完之后 有没有来到169 有没有过168的高点 那接下来呢 开始横向整理 你跟我买在这个位置 不用怕洗盘 如果我没有带你出 你就安稳的跟我抱波段 所以这礼拜三 形态再度突破了西创 昨天172空手者新会员再买 买完之后排统大涨9.5% 今天一个西创又涨 来到179 这就是我一个操作 要懂得低点买 成本比较低 风险跟着降低 利润请好是负责带给你 这档瓶盖股的一个新巨科 当时候8月29号 在这个压力线底下 我先买 买在103 我说他会往上突破 上去有三层空间 有没有突破 突破之后的回档 低点都可以上车 包括昨天的新巨科 104.5 我能不能告诉你 低点买就对了 当他突破那个压力之后 他开始震荡洗盘嘛 那震荡洗盘 有低点 昨天的104.5 我一样告诉你 可以买 买了之后 今天的新巨科 就上涨来到108 涨3块钱 懂得买跌 你自然会赚涨 这又清晨老师 一个操作心法 所以中秋节之后的行情 不需要如何掌握的 再度的提醒你 小自主的圆梦计划 今天是最后一天 你有需要的 记得打电话进来 明年接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加证券 无不当制裁 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周要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 投资风险 现在从YouTube 印通财经台 人好时间 人好地点 驾到处 看处 YouTube日系点间 线上直播最中心 分析师精准团式解析 水算水看 真方便啊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不关系 跟你安排在一起 成都谷蔡老师 擅长基本面研究 资历完整 通用二十年 丰富的股市经验 累经多次蜿蜒与空投 积极拜访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补局 透析大蓝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景动物竹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带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正能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益友 蔡老师入会三线 零八零零八六八三六五 零八零零八六八三六五 现在加入蔡老师行列 即可获得二十年操盘经验的精心著作 蔡老师投资操盘心法 彩色精装版 简单易懂又实用 是让自己成为操盘手的最佳力气 艺术赞手受用无穷 蔡老师入会三线 零八零零八六八三六五 零八零零八六八三六五 我的车啊 油门一吹下去 没有任何一个人 看得见我的车为 这么神奇哦 很怕 前车以上 对我那么